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一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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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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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一个桃子 只能立木了 必须要回血 我的话不着急啊 我的话是不着急的 因为我怎么打都能赢了 除非他签术 过一无中复 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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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断闪断闪断闪 断桃断桃 然后其他一堆杀 全把我杀掉 概率太低了 几乎没有概率 他每次吃妖虎 是打不穿我的 他每杀一刀 就要给我两张牌 明白了吧 他根本给不过来牌的 可能这个留言也很绝望吧 不过我也是第二次玩 刘章内奸吧 我说实话 刘章内奸控场不行的 明白控场不行的 不过预见一些 特定的主攻的话 弱一点的话 你单挑还是可以的 尤其是主攻还是群雄 我卖血的目的是 因为我有白银有桃子 都不在乎 白银可以不给 我有桃富裕的 闪电不能给到他胜利面 如果他闪电翻盘就麻烦了 虽说有白银 稳赢的局就慢慢打就行了 火攻一下 又一个桃 桃还挺多 再杀三刀 赢了 刘章主攻看得多 刘章内奸应该第一次吧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